哈囉,我是烏龜 我們今天要來看一下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那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場 我們先來看看由凱特 所打出來的精彩三星 他對上的,這是一個九本的陣型 那他帶的部隊配置呢 是有石頭女巫跟六隻天使 援軍是藍胖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進攻 他打算呢,要用三線進攻 來推掉這個九本的陣型 他的第一批部隊呢,是天女 他從三點的地方下進來 那帶的是六隻天使 所以他的第二批部隊 選擇所要使用的是 天巫 他在六點的地方下出了四隻女巫 那後面跟上兩隻天使 所以第一批跟第二批部隊 就是分別下在三點跟六點 那主力部隊呢,第三批部隊 就是石頭跟藍胖 他從四點的地方下進來 下了兩顆石頭跟蠻王 來負責扛住火力 後面直接跟上藍胖跟幾隻法師 那前方欲丟了一罐跳跳 並且將援軍引出來之後下了毒 這邊丟出第一罐狂暴 要讓我們後面跟上了法師 在狂暴法術當中解決掉對方的援軍 那我們的石頭已經順利的往陣型的中間跳進去了 石頭跟蠻王會確定 扛住對方的火力 所以後排跟上了藍胖 可以盡情的不斷在後排做支援 好,我們看到兩側的天女跟天巫 是非常穩定的繼續前進 從外側來做包抄 準備要讓整個部隊是從左下角的面 直接推進到右上角的面 打穿這一整個陣型 中間的蠻王跟石頭雖然都已經死得差不多了 但是藍胖呢 剩下來的藍胖還是繼續的在丟石頭 並且我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將陣型的中間 所有的防禦建築通通都解決得非常的乾淨 所以兩側的天女跟天巫呢 就可以合力來陣型的十點的這個地方做收尾 非常穩啊 這個打法看起來 這個陣型真的是如凱特所說的 凱特說這個陣真的太爛了 你看他還丟了一罐毒在這邊嘲諷對手啊 哇,真的是非常的不留情 我們看到女巫真的是還蠻有威力的 大炸炸不死 而且召喚小骷髏的速度現在變快了 那只要後面有跟上天使在幫女巫補血的話 很容易就可以將對方的這個 任何防禦建築物都磨掉 好,漂亮的拿下三星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 第二場呢我們來看看嘎布所打的 這次嘎布的表現相當的出色 他對上了這個九本的不規則陣型 他帶的配置呢一樣是非常的花式 他帶了石頭女巫 還有天女跟皮卡 那援軍要的是藍胖 兩罐補血跟兩罐狂暴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進攻 嘎布是非常的細心 直接在一兩點的地方 下出了兩隻小蒼蠅來預先做斷邊 接著在五點的外側下出了天女 準備要讓天女跟小蒼蠅收掉 一點跟五點的這兩側邊了之後 再從三點的地方下出主力部隊 這樣主力部隊絕對不會走歪 我們看到對方的城堡援軍 是無法第一時間引出來的 嘎布他會先讓天女打掉靠近外側的防禦箭竹 最後再來處理對方的援軍 好 現在援軍引出來了 是用炸彈人引出來的 是寶寶龍跟黑球 他下了雙毒 那將女王的技能打開 解決掉對方的寶寶龍 好 沒有問題 那雙毒也可以將對方的黑球給毒死 接著在兩點的外側下出了一顆石頭 扛住火力之後後面跟上法師來做清鞭 我們從這個地方看得非常清楚 其實1點跟4點的外側 都已經清邊清得非常的乾淨了 所以從三點下進來 這些主力部隊是完全不會走歪 包含了蠻王 藍胖 皮卡跟女巫 現在三點這邊準備要開牆 開得非常的順利 牆開了之後 所有的陸軍就會統統擠進去了 那在這邊下了一罐狂暴 同時涵蓋住我們所有的地面部隊 並且在前方 可能會卡牆的地方丟了一罐補血 然後從外側已經開始補黑球進來了 好卡牆的這邊他已經下了第二罐狂暴 我們的皮卡跟蠻王 還是都走在前方有幫忙扛住火力 最後呢又突破了一層城牆之後 他在這個地方下了最後一罐補血 那從十點的外側已經下了黑球進來 要一邊幫忙做收尾了 天女則是繞著陣型的外側 從五點的地方慢慢的走回來 走到六點跟靠近七點的地方 哇 非常漂亮啊 我們看到大石頭都還沒有爆開 那對方的建築物已經都被拆得差不多了 防禦建築看起來只剩下一座劍塔跟一座法師塔 相當花式 但是也是相當的漂亮啊 搭配黑球做收尾也是非常的省時間 我們看到他的雙王皮卡藍胖石頭女巫 通通都還活著 這真的是非常厲害 好精彩的三星 好 完美的拿下來了 接著我們來看看下一場 也是嘎布所打出來的 哇 他真的是非常厲害 而且帶的配置是一樣的喔 不過他這次對上的這個對手呢 是一個數十一本 雖然我們看到他的防禦等級 並不是說非常的高 大部分呢 可能都是八本九本等級的防禦 但是我們注意一下 他有四隻X弩喔 並且他的各種防禦建築的數量都是相當多的 所以其實建築物很多 也有可能會有打不完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看一下他是怎麼樣精彩的 做出這場三星的進攻 嘎布他是選擇呢 在靠近外側的地方 先下了小攻守來幫忙收邊 從九點到十二點的這一整個面 他用攻守先將外側的建築先收起來 三點這一側也用小餐飲 來幫忙把這個小屋先打掉 嘎布的下兵真的非常的用心啊 控兵也是控的非常的精準 接著他在一點的外側下出天女 這個地方呢 因為從十二點這邊都已經用小攻守來幫忙做斷邊了 所以天女絕對不會走歪 現在這樣看起來是會一路往三點的地方滑過去 那對方的這個陣型呢 我們可以看到天女如果從這邊進去的話 內部是會有導引的結構的 所以他必須要先把這些防禦建築物 這些建築物都盡量的打掉 那在靠近三點的這些建築物 也都打掉的話 這樣我們的主部隊才可以從一點的地方下進來 然後就直接打進對方陣型的中間 而不會繞到旁邊去 那我們來繼續看一下嘎布的進攻 嘎布的這個陣型規劃跟這個區塊的切割做得相當的好 好 我們看到他在兩點的地方下了一顆石頭 後面跟上法師清邊 接著很小心的用炸彈人來開牆 這個牆開了之後石頭會走進去 那接著會優先讓後排跟上的法師還有女巫 解決掉靠近三點這一側的這幾個建築物 現在藍胖跟蠻王也都下進來了 而且女王已經從十一點的地方開牆進來 女王只要打掉這座法師塔 那我們的蠻王跟石頭部隊打掉這座火箭之後 我們現在看起來我們的主部隊就是絕對不會走歪 會朝這幾個建築物打掉之後就跳進陣型對方的中間去 也不是跳進去啊 就是會打進去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藍胖已經放出來了 而對方的援軍現在是寶寶龍跟黑球 也被我們的部隊給引出來 下了雙毒 而且還有一罐狂暴 很快的就可以讓狂暴的女巫跟法師 解決掉對方的援軍 現在藍胖也進來了 那如我們剛剛所說的一樣 部隊完全不會走歪 已經直接進到陣型的中間去了 哇 這邊非常的精彩 而女王呢 天女則是穩穩的 繼續從十一點的內側 慢慢要滑行到靠近九點內側的地方 那主部隊在陣型的最中間下了一罐狂暴 秒掉了核心的防禦建築物之後 下了一罐補血 保護我們的這些前鋒部隊 那也保護我們的藍胖 第二罐補血也是下得非常的快 直接涵蓋住對方所在的這個 X弩的旁邊的這個位置 保護我們大部分的陸軍部隊 接著收尾的黑球就開始進場了 黑球從三點的外側下進來 幫忙收掉三點這些防禦建築 哇 非常厲害啊 最後的黑球則是分別從五點跟七點的外側下進來 也幫忙收掉最後的這幾棟防禦建築 天女呢 跟主部隊 都會在靠近七點的這個地方來做會合 哇 皮卡還活著 女巫也是還活著 黑球的數量也是還蠻多的 有三顆 非常精彩的一場攻擊啊 這是一個防禦建築物非常多的十一本 而且有四座X弩 嘎布還是用這個花式配兵精彩的拿下了 表現真的非常的好 nice 那以上呢就是這次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哦 我們是GMPHUNTER 部落現在是六級 主要的活躍成員呢是以九本為主 我們現在每個禮拜會打兩次部落戰 歡迎活躍的成員們可以加入我們 一起並肩作戰一起同樂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